墨西哥中部州属普爱布拉 位于奇尔丘特镇的一个烟花仓库 星期一晚上发生爆炸意外 强大的爆炸威力把仓库炸成平地 至少14人死亡 其中9人当场被炸死 另外5人在宋院抢救后宣告不治 所有死者中还包括11名小孩 另外还有超过30人受伤 当地政府指出 当时有人在仓库外面点燃烟花 结果烟花直接射进仓库 才会引发大爆炸 初步调查显示 当地会在这个月15号 举办一个盛大的庆典 所以才会收藏大量的烟花 没想到还来不及欢庆 就已经发生悲剧 其实烟花爆炸事故 在墨西哥已经不是新鲜事 去年12月 首都墨西哥市就曾经发生类似事件 夺走35条人命 多栋建筑物也被摧毁 最后的烟花 比较大量的烟花 仓库的 werden 腹 前参与 酷